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天氣播報 今天晚上開始受到梅雨封面的影響了 梅雨封面在今年已經第三度的影響台灣了 這波梅雨封面滯留的時間偏長 大致上會一直持續到週五到週六的時間 再加上說全台都是容易出現 短暫陣雨的天氣一直到週末 當然都是類似類似的狀況 要留意的是 局部可能會有短時強降雨發生 所以請大家要特別留意到 留意最新的整個降雨的狀況 溫度上來說也因為梅雨封面的影響 雲層增多了也有下雨的關係 所以真的來說溫度會稍微的有所下滑 不過真的來說濕度還是比較高一些 今天6月6號也就是我們 二十四節氣之中的芒種 芒種也就代表著風調雨順 稻谷沉睡的一個現象 農民都會是耳手稱慶 那芒種在天氣上來說 代表的是天氣上已經變得比較熱了 也預告著即將要進入炎熱的夏季 也就是我們的盛夏 不過這週受到梅雨封面的影響 降雨的狀況還是比較多 我們可以看到 衛星雲圖上面可以看到 在封面雲系大致上是從日本的南方海面 一直延伸到我們台灣附近 但是雲層都會是比較偏多 並且即將會滯留到五天左右的時間 所以整體來說 雲層都會是比較多 一些溫度也會有所下滑 看到降雨的部分來說的話 整體來說降雨的雨帶 大致上也是從台灣附近 一直往西南延伸到中國的華南地區 都會是比較明顯有降雨的狀況 整體來說降雨的情形 會一直持續四到五天 我們看到中南部地區 也是持續受到西南風影響 都有雲系移入造成降雨的一個狀況 我們看更詳細的更小範圍的一個降雨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大致上就是降雨 從北部開始已經開始有 比較明顯的增多一個情形 在後續幾天 持續在海峽 持續會有容易對有雲系 並且發展移入到陸地 造成短暈陣雨或是雷雨的一個情形 要留意的是在沿海地區以及山區 容易出現一些短時強降雨的狀況 所以請大家要特別留意到 如果有從事戶外活動的話 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 並且多加留意整個降雨的一個發展 我們可以看到未來幾天的 整個降雨的累積 我們看到從週二一直到週四 整體來說降雨都會是比較偏多 尤其在從南部到中部的山區 以及到我們的北部 全台整體來說降雨的累積都比較多一些 那要一直等到週五 梅雨封面開始慢慢的要逐漸往北台 北部的降雨還是比較顯著 所以整體來說 北部的整個降雨的累積還是比較多一些 不過南部開始降雨 有開始慢慢減少的趨勢 一直到週六降雨還是會有 不過會更進一步的減緩 我們可以看到 接下來關心 未來一週的整個溫度的變化 我們可以看到北部地區的話 今天大致上高溫還是比較熱一些 還是有來到二到三十三度的高溫 不過從明天開始 因為梅雨封面大概比較多的雲層 也因為降雨的關係 溫度下滑也比較明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未來五到六天 整體來說高溫的大致上 都是在二十五度到二十七度的這個區間 感受上會相較於前幾天比較炎熱的狀況 和有比較明顯的變化 所以請大家在川阻的調整上面 也要記得做一些調整 不過中南部地區 大致上變化還是比較小 在明後天雖然有一些三到四度的一個降溫 不過在後續看起來整體來說 高溫都還是比較悶熱 尤其濕度還是比較高 所以還是比較悶熱的一個感受 最後跟大家重點提醒 今天晚上開始 梅雨封面已經達到我們的北台灣的上空了 所以整體來說西半部地區 整體來說都是容易受到對流雲溪移入 造成短暫陣雨或雷雨的狀況 對流雲溪會持續的往東面移動 並且影響到我們的東北部 以及我們的東半部地區 都也容易出現一些短暫陣雨的狀況 到明天的白天 悲運封面會持續的影響 並且持續滯留在我們的北台灣的上空 所以整體來說全台的天氣都還是不太穩定 降雨的狀況會一直持續到週五 以及週六才會逐漸的趨緩到週日 才會逐漸恢復穩定晴朗 比較舒適的一個天氣了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播報